相逢 首个幼稚 是这个幼稚 快哦 爷 我不下来 我要找爸爸 妈 你怎么样了 来 起来 怎么样了 等会儿 来 先坐好 来 坐 都跟你说过了 让你不要做饭 不要做饭 你偏不听 妈见你总在外面 吃那些没营养的 想跟你做些好吃的 不用了 妈 你这不反倒给我添乱吗 来 怎么样 哪儿疼啊 对不起 都是妈不好 是妈没用 妈 别这么说 我 我 我刚刚梦到嘉胜了 妈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汤振坤吗 你又替你爸爸干什么呀 都说过了 他不是我爸 家里啊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仇恨只会让自己痛苦 再说 仇恨能改变你们的血缘关系吗 妈 为什么不提啊 要不是因为他 弟弟就不会死 如果嘉胜不死 你眼睛就不会下 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要是再不放下的话 我们永远也没有好日子过 您忘得了 我忘不掉 从十几年前起 你眼睛瞎的那一天 我就发誓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们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 你爸应该不是那种绝情寡异的人 或许是那个赵幻英在施掌 妈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叫家里 唐家里早就死了 我现在叫萧綦 妈 您为什么这么多年了 还在帮他说话 他有问过我们一句吗 他有给过我们一分钱吗 在他心里 早就把我们给忘了 他能忘掉这份血缘 可我这辈子 都忘不了他和赵幻英 带给我们的灾难 喂 涂月啊 什么 开美容院 那照你这么说 我的脸有救咯 真的啊 那行 那我马上过去 拜拜 妈 图鱼叫我过去 别做饭了哦 你去吧啊 好 妈 你说都这么多年了 那个潘景浩现在长什么样啊 他不是给你系过照片看过了吗 从照片上看 挺有明星相的 可是他在国外受了那么多教育 妈 他可别是这霸道的海贵 我可不喜欢 加斯 这点你放心 景浩绝对不是那种人 到时将来啊 你不要欺负他就行 伯父 我才不会呢 妈 爸 你们要替我作证 我是超级乖乖女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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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丫头 还叫婆父呢 应该改口叫爸爸 不行 在婚礼没举行之前 我可不能有两个爸爸 嗯 又天 这桩婚事 咱们事先也没跟景浩商量 他万一不同意可怎么办呢 这个事我们筹划了这么久 现在是万事俱备指前东风 他敢不答应 你这人就是这样 就是喜欢对儿子转横跋扈的 他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大人了怎么呀 大人也是我潘耀天的儿子 儿子不听老子的 他 还不反了 我告诉你吧 潘耀天做的事 从来没有失败过 到家了 接她 别担心 我跟你们 志浩回来啦 自助 爸 妈 儿子 妈 儿子 你可回来了 我想问你了 爸 我从美国给你寄回来的保健品 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儿子 你长大了 爸 家里有客人啊 来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大明集团的董事长 汤正坤先生和他的夫人 召唤英女士 这位 是他们二位的掌上明珠 你小时候的好朋友 汤家思 家思 家思 家思是不是小时候 抢我东西那个汤圆啊 都抢这么巧了 对对对 来来来来 咱们坐下来 坐下来 坐 请坐 对了 我还要介绍一下 他们二位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你未来的岳父岳母 岳父岳母 爸 您什么意思啊 您应该不会是 这次让我专程回来 跟你家思结婚吧 爸 您知道什么年代了 还事情报办婚姻呢 再说了 婚姻的事情也不是您一厢情愿的 您再考虑考虑吧 怎么了 爸 留了一次羊就悟空一切了 我告诉你 潘汤联姻势在必行 三天后婚礼如期举行 妈 这个事情改天再说吧 我有点累了 我先上楼休息了 赵总 汤总 不好意思啊 失陪了 安婷 真有意思 她还不同意了 妈 爸 现在是我不同意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再见 家思 家思 我说亲家 你们能够做家思的主吗 你说哪儿的话呢 她是我的女儿 我当然能做主了 咱们两家联姻 这是大明集团和欧亚达集团 战略重组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是我们对付宋又期的绝招 所以这个婚姻势在必行 黄倩 按照既定计划 向各大媒体发布消息 我潘友天 将和大明集团联手 举办一个 让诗人瞩目的世纪婚礼 好的 董事长 您放心吧 我这就去吧 好 非常好 不要动 小姐 不要紧张 哎呀 亲 典型的女神啊 温柔了时光 惊艳了时空 这句话 完全说的就是你啊 哎 我潘友情能用你这种朋友 真是三生有幸 跟我客气什么呀 怎么样 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 可以回来了 你不再讲错了我的爸爸 还害我弟弟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仇恨只会让自己痛苦 再说 仇恨能改变你们的血缘关系吗 是该回去了 可是 哎呀 可是什么呀 那美丽的容颜就要配备 美丽的人生才行 回来吧 江城欢迎你 我妈恐怕不会同意的 她总是担心我 怕我回去报仇 报什么仇啊 你那么善良 我就跟肖阿姨说 我想她了 让她回江城陪我待两天 可是 你说我现在回江城 我干些什么呀 这个 也交给我搞定 我现在呢 在一个地产公司做业务员 老板特别器重我 前两天还跟我说 让我给她物色几个优秀的业务员 姐妈 你的机遇来了 那我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呀 欢迎啊 咱们汤潘两家联姻 真的能击垮宋又齐吗 那当然 这一旦上市了 我们的资金流 将远远超过麒麟集团十倍 这足可以砸死姓颂的 可这潘友天 也未必是个省度的灯啊 这万一上市成功以后 潘友天不履行自己的承诺 不让出那百分之十的股份怎么办 我很了解潘友天 他虽然精明过人 但他跟我们一样 跟姓颂的有着很深的过节 击垮姓颂的也是他的心愿 只要我们女儿当了他的儿媳妇 就凭家私的聪明 要拿下他们一家人的话 简直轻而易取 我们家女儿你还不知道 那是出了名的横 就怕过几天 把潘家闹得鸡飞狗跳了 最后弄个不欢而散 到时候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我们现在啊 没结婚之前还有时间考虑 千万别把女儿的幸福 就当土著我啊 可见已经在弦上 不得不发 你放心 我女儿我会调教的 大明 欧亚达集团 地产航母 崛起江城 这个赵欢迎和潘永田 确实有点多 老吴啊 他们大明集团 与欧亚达重组的评估报告 通过监管部门的审核了吗 如果通过的话 我们还有没有机会 打破这个将军 现在出评报告 已获证券办通过 目前应该是大事所趋 老吴啊 嗯 你有点大意了 你作为大明集团的股东 兼副祖经理 居然一无所知 实在是不应该啊 如果证券办 在正式批复他们上市之前 我们还没有扭转局面的话 我们真的要败走江城了 你要夺回大明集团 头把交椅的梦想 就会落空了 宋总啊 连你都这么认为 看来这个回合 我们是败局一定的 不 在我宋又齐的字典里面 从来没有失败两个字 想当初啊 在上海 赵家在占尽先机的情况下 还不照样 败在我宋又齐的手里 再说这个潘友天 他在江城 不是根基很深吗 不也是屡次败在我的手里吗 是呀 宋董 从上海大杀到江城 就是为其败帅华英和潘友天 怎么可能会失败吧 看未来小姐这春风得意的样子 肯定是找到了破解之道 宋董 按照您的吩咐 我仔细地核查了潘景浩的所有背景资料 他们对这张婚姻好像不是很满意 并且还有抵触情绪 这就说明我们有机可乘 嗯 你的意思是说 拆散他们的联姻 拆散了潘景浩 跟汤家寺的婚姻 就可以让这两个家族反目成仇 结果不就距离我们更轻一些了吗 说吧 怎么个拆法 方法很简单 美人气 美人气 你吗 你可是我们宋董是长得心肝宝贝 宋董无论如何是舍不得让你去套廊的 宋董你说呢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如果威蓝真的能搞定潘景浩的话 也算是为我们麒麟集团立下大功一戒 我宋有齐又有什么舍不得的 不说啊 听到了吗 谁听了这个话心不良了一大姐 宋董 你真是没心没肺的 玩完了 玩腻了 泄沫了 杀驴了 早知道你这么狼心狗肺 我才不帮你出那么好的主意呢 你看我们麒麟集团美女如云的 有哪个能比得上你威蓝秀外会中的女人 只有你啊 才有条件 担此大人哪 算你还有点眼光 不过恐怕无法胜任 我这心里呀 装得可全是你宋董 再说了 我未来也算是有自知之明 绝对搞不定潘景昊这种高富帅 勉力为之也只有被娃娃的份 到时只怕 会误了宋董的大事 我可耽耽不起 卫兰娜 我们换个玩法 你可以不去 但你 必须得给我们 物色一个被选 其实我倒真有一个人选 就是不知道 你们会不会满意 萧綦啊 妈都说不回来了 你说你跟土豫两个人 硬生生把我扯回来 你看这什么都不熟悉 我想做个早餐都做不了 这哪是让我来散心啊 这就是来憋死我的呀 妈 看您说的 您是还没有习惯呢 过不了两天啊 您就会跟住在咱们老家的时候 感觉一模一样了 妈呀 就是希望 你能常回来 陪陪妈 好 嫁私 母后 母后 正经点 你都快嫁人了 回母后的话 就算我嫁给了潘景昊 我也永远是您的小公主 母后 你看我美了 美 漂亮 你赶紧把自己打扮好 景昊已经在路上了 别让他等太久 着什么急啊 就让他等着呗 想去我汤家司 哪有那么容易啊 嫁过去 你要好好地孝敬公婆 你呀 以后别再犯这种小孩子脾气了 能嫁进潘家是你的福气 多少人千金名媛的 对你都羡慕嫉妒恨呢 才不是呢 这是真的是潘景昊这样的便宜 我可是个宝贝 好好小宝贝 今天 你就好好飘飘凉凉地嫁出去 妈先去招呼一下 待会再过来啊 帮我弄好了 抓紧时间 在你没有回来的时候 江城有一个赌局 你知道吗 读什么 十个富二代开读 谁能在一年内取得汤家司 可结果呢 一个都没有赢 没想到 被你这个局外人意外地给赢了 还有这回事啊 我就纳了闷 这江城第一白富美 回到了您的身边 为什么您倒不愿意了 说句心里话 汤家司可以堪称国字 可是男人对女人 需要的不仅是色 还有情根性 这个你就不懂了 跟你说这些 也是对你有胆情 你快下去看看是不是穿哪儿了 这是潘子的风车吧 这号别下去有记者 那也不能说走就走啊 小姐 你没事吧 什么没事啊 你们怎么开的车啊 真不好意思啊 我们开得太快了 你看你伤到哪儿了 要不我们带你去医院吧 好 你上车吧 好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 小姐啊 我看你伤得也不重要 这有点钱 你先拿去吧 我们还赶时间呢 谁要你们的钱啊 你们撞到人 怎么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啊 对 没 你说 不好意思啊小姐 是我们的错 我们开得太急了 你看你伤到没有 如果伤到的话 我们可以带你去医院做检查 挺好啊 咱们不能再耽误了 耽误 你们把我撞了还没说清呢 现在就想走啊 不说那么多理数 咱们先把他撤扶起来 行了行了行了 不用你了 对不起啊对不起 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们是好心帮你 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来来来 我不是故意的 走 我带你去医院 你如果现在连路都走不了的话 我看你这个婚还怎么结 就是因为结婚所以才赶时间 不好意思把你撞到了啊 真是抱歉 你别这么说了 那你把我撞伤了 我也把你给弄伤了 咱们俩就算扯平了 你们快走吧 你先帮他把车扶起来 我自己能搞定 好 来来来 我来帮你 谢谢啊 你 伯女你没事吧 你们一个个都没带眼睛出门呢 你受伤了 不用你管 怎么能不用我管的 美女 你去哪儿啊 你这都受伤了 我都说了不用你管了 我还有几事呢 烦人 怎么能不关我事了 是我把你撞伤的 我就得负责呀 我带你去院做个检查吧 我都说了不用你管了 不是你撞的 怎么能不是我撞的 刚刚明明就是我撞的 你说你这有什么事 比命还重要啊 这要万一真的耽误了治疗 给你落什么病根什么的 我一小老百姓我可赔不起啊 我说大哥 你是不是欠额啊 我都说了我不是你撞的 你不用管我了 好吗 你怎么说话呢 我是不是为你好吗 我不是坏人 我也不是什么开黑车 拉黑活的 我是一记者 你干吗呀 你这事坏了不能做了 你再骑就是危险了 你上我车 我 喂 我说 这是我的车 你 你要干嘛呀 我车坏了不能骑了 坐我车 走 我车你就就在这儿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回来给你修来 坐我车 走 来 走走走 来 坐我车 走我车 来 坐我车 来 坐我车 坐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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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了啊 你慢点 来 干杯 干杯 给小琪打电话 追得快点 我走 刚才那个成续的 就是我们班的班华 叫图韵 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 不过先作为备份 你看慢点 我接个电话 喂 小琪 你到哪儿了 我马上到马上到 麻烦你了 帮我再稍微周旋一下 所有人都在等合同呢 你快点 你要再不来的话 程总就要发飙了 好 再见 小哥 你停车吧 我要下车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去医院了 我还有急事 我听不清楚 我说我不去了 停车 我还要赶着去工作 什么工作 说到工作 说到工作呀 我还没见过 谁比我工作还要买名的呢 我今天要去跑一个新闻的 就去采访那个潘氏企业儿子的婚礼 潘氏企业你知道吧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都不怕丢饭丸 你一个女孩在家怕什么呀 是不是 要不今天说到你 我私要去抢那个新闻的 你再不停车我就要跳车了 你再不停车我就要跳车了 别乱动啊 别乱动啊 别乱动 你干嘛 行 那我也不拦你了 你看要不这样吧 你都这么不要命了 那我也没所谓了 走 给你 我叫胡杨 那个你哪儿不舒服 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打电话 请问您今天心情怎么样 当然是开心了 你今天准备说儿媳妇什么呀 什么 这些我都已经说过了 儿媳妇了 好我知道了 那么您打算让儿媳妇还什么礼呢 当然是孙子 越多越好 我知道了 各位各位不好意思 那个啊 我们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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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庭浩出生货了 啊 听说脚也受伤了 现在在院里包扎呢 是吗 那可怎么办呢 有天新娘子都来了 这个混蛋 静给我闯后 这不是让我们在媒体面前 丢人现眼吗 哎呀 儿子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赶紧想想办法吧 这个怎么办呢 我跟你说 今天就是轮椅推着来 这个婚他也得给我接 韩总市长 韩总市长 我还回来了 韩总市长 我还回来了 就前面 前面靠边就行 票给我吧 小姐四十五块 师傅 我刚上来的时候 是不是没带包啊 我在前面开车 我哪会看到你的包啊 我 小姐你快点 师傅稍微等一会儿啊 来 看什么 还没呢 再等会儿 小姐 快一点呗 喂 杜月 对不起啊 我的包掉人家那儿了 路上出了点事儿 你跟老板说 我可能迟到一会儿 那合同呢 合 合同也在包里 什么 合同 合同丢了 怎么弄的 哎 你问问他 到底还能不能来 啊 好 快点儿 好 拜拜 哎 我是程老板啊 我们宋董的时间呢 可是按秒来计算的 如果你的人真来不了 那我们就先走吧 啊 哎 宋董 吴总 哎 请坐请坐 啊 这个 宋董 吴总啊 耽误这么长时间 确实不好意思 我这个女秘书啊 平时都很积极 从没这样过 纯属意外啊 纯属意外 啊 纯属意外 坐下 坐下 哎 这样吧 未来 你先回公司 帮我准备一下 去新加坡的资料 我晚点儿回去 好 来 咱们喝酒 咱们喝酒 来来来来 来来 吴总 这确实是个意外 吴总 我先走了啊 那 那合同 放心吧 我会把你看着的 这就对了吗 十几年的老同学了 我知道了 我现在有事儿 先走了啊 好 拜托了啊 喝酒 喝酒 合同已经在路上了 可是他马上就到 真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 喝酒 喝酒 来 不好意思 宋总 吴总 请 宋总 看来我还是得先走一步了 赵怀映今天嫁女儿 这大面子上嘛 咱们还得摸得过去 那你去吧 你们喝好 好好喝 吴总 不送了啊 程老板 事办法 慢走 好 快来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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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哎哎 哥们儿 哪哪个道呢你啊 你看清楚啊 不是你万中一心怎么了 万中一心你就能目中无人啊你 你不就是个八卦杂志的吗 我看你啊就是个菜鸟 不是你怎么骂人呢你啊 你知不知道我谁 我和新娘的小学同学你知不知道 哦你小学同学啊 我看你啊连小学都没毕业 你 你又病你 看什么看 喂 谁啊 喂 天哪 你终于接电话了 那什么 你是不是刚才撞我那人啊 是 是 我 那个你 你没有哪儿不舒服吗 没有 我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的包是不是在你那儿 是 是在我这儿来 我当然想给你了 可是你走了 你现在能不能把包给我送过来一趟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正在工作呢脱不开身 要不这样呗 我把地址告诉你 然后你过来取一下好不好 地址就在那个光谷步行街的教堂 好吧 哎 我 我 哎 师傅 光谷步行街的教堂 你知道在哪儿吗 知道 这家私也大了 以后就是别人的人了 这以后我老了 还得等你伺候我呢 这从今往后 那就是咱们俩相依为命喽 什么女儿是别人家的人 你就怪我没给你生儿子是不是 幸好没给你生个傻儿子 什么傻儿子 詹斯啊 这个 这什么时候啊 潘景浩怎么还不来 是啊 我姐找人催了好几次了 结个婚也这么磨叽 她这种性格啊 有若寡断的 再来怎么借潘家的生意 妈 你看 景浩都受伤了 怎么了 我打个电话给她 喂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受伤了 我没事 路上出了点状况 我去了一趟医院 不过还死不了 看来啊 你今天嫁给铁拐李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信心说笑 疼不疼啊 疼 我当然疼了 不过我希望今天这场痛是值得的 她说她马上就到 她瘸了 受伤了 这 待会儿不是闹笑话吗 能到就行了 好 不好意思啊 请问一下今天是谁结婚啊 她你都不知道呀 地产大亨潘友天的儿子潘景浩啊 今天和大明集团千金 唐嘉思小姐举行婚礼 大明集团 嗯 你说的是董事长是赵欢音的 那个大明集团吗 对啊 胡叔叔 视频一下啊 好好好 去去去 这位姑娘 这位姑娘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来这儿了 该不会是 找我算证的吧 没看出来啊 你还是个名人啊 名什么人啊 那名人说的是我爸 对了 今天真的谢谢你啊 跟放我过来 要不然 肯定婚礼有耽误了 对了 你没事吧 要不去医院好好看看 万一摔坏了脑子就不好了 我是脑子摔坏了 不然怎么能放你走呢 早知道你这么有钱 我应该攒你一大笔钱的 要不然就让车把你扎得再狠一点 最好攒着残废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我好心好意的 我怎么了我 我就看不惯你们这种 开着豪车满街跑的公子哥 能看上你这种男人的女人 肯定不是什么好货色吧 你说我就说我 你干吗 是 我们今天不小心撞到了你 可是我们也答应送你去医院了 我们会负责到底的 再说 再说 我的脚也砸成这样了 你 景浩 婚礼开始了 大家都等你呢 知道了 好了 好 咳 请两位新人上前来 潘锦昊先生 你愿意娶汤家司小姐为你的妻子吗 我 愿意 汤家司小姐 你愿意嫁给潘锦昊先生吗 我愿意 请交换戒指 我宣布 两位正式成为合法夫妻 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 拿武器来 我亲爱不订了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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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 你别吓姐姐 家政 你来了 我都找你这儿 是挺感动的啊 来 来 喂 等等我 喂 小姐 你没事吧 我真不是故意拿你包了 真的 你干吗拿我计划卡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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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不容易拍的 这是 这 这是我拍 他要送结婚新 新闻照片 你 你别吵了 你在这儿行不行 我把你相机一块砸了 姑奶奶 你们才来呀 出什么事了 路上出了点事 要不这样吧 我把合同给你 你先进去吧 不行 你要是不进去的话 工作就丢了 走吧 快 我 我 宋总 来 来 张总 宋总 萧綦到了 程总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路上出了点状况 所以迟到了 对不起啊